国际焦点来关心 乌克兰航空日前曾经发生 客机才刚降落 有一名女乘客嫌客舱闷热 竟然擅自打开逃生门 然后走到机翼上吹风 影片近期再被网友翻出来 引发讨论 这名女乘客也已经被航空公司 列入巨载的黑名单 另外在中国 也有一架从青岛飞往哈尔滨的航班 一名酒醉男子在起飞之前 试图要开启逃生舱门 还好被及时制止 大摇大摆走在机翼上 另个视角 女乘客甚至一屁股坐在机翼上头 直到被机组人员发现叫回 才站起来返回机舱 乌克兰航空日前一架 飞抵机辅的班机才刚降落 结果这名女乘客因为嫌客舱太热 擅自打开逃生门 走到机翼上吹风 这蛮危险的 毕竟那边也挺高的 而且你掉下去的话可能会出事 那他也有可能会怪说 是航空公司的问题 这很危险这是不对的 国内民众直觉不可思议 但其实国际上类似事件还不少 3月9号一架从青岛 飞往哈尔滨的航班 起飞前一名酒醉男子 试图打开逃生舱门 好在空姐也明手快上前按回制止 如果飞行你一旦打开了机门 不仅旅客的话会造成就是 施压的危险 同时另外的话也有可能 会造成我们的逃生梯 就是打出去的时候会有所损伤 根据国内民航法规定 要是擅自打开机舱门 将罚储1万到5万元 台湾虎航更新语强调 如果有危机飞安行为 将不再提供载运服务 而长河航空仅表示 不允许乘客有任何影响 飞安的脱续行为 毕竟飞安不容一丝疏漏 记者最后报道